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2月17号星期一 我们说过在18年的时候 中美之间发生了贸易摩擦 或者说是贸易战 然后中国当时就是说 不愿意从美国再进口猪肉或什么的 转而从俄罗斯进口 结果导致引进了俄罗斯的猪瘟 可以说是肆虐全国 目前在中国面临疫情的逼迫之下 中国政府最近终于我觉得 也算是做了一些妥协 但是这个妥协你也说不好 你也不能说是疫情的逼迫 还有一点就是说 也是中美双方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对吧 中国从2015年美国爆发禽流感以来 一直进口美国的家禽的产品 这里面其实就包括很多东西 猪牛鸡鸭 还有禽肉产品 就是说其实涵盖面很广 从2015年就把它屏蔽掉了 其实主要还是我觉得跟美国关系不好 关系好的话 这都不是问题 对吧 日本何时不还是后来也都开放了 跟日本关系好了之后 对吧 所以到了去年的2019年的11月的时候 作为中美双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中国现在取消禁令 今天2月17号周一 中国政府宣布 中国已经批准进口美国所有的家禽和禽肉产品 不再设任何限制 中国农业农村部宣布的这个决定 还允许进口美国的活禽 就活着的积压也都可以进来 我觉得吧 这个就目前来讲实际上是一个好消息 可以极大的缓解 目前中国这种我觉得家禽的供应吧 因为我这两天看到的很多网友给我们发来的都是 他们出不了家 只能在网上购买给送来 所以送来的话 就是说东西稍要有点贵 然后还是不能选 一买就得买一份 这一份有的是蔬菜也是 这一份蔬菜都有什么 你也不能选都包好了的 反正就这个钱 你买不买 我就给你送你不买就算了 买鸡鸭鱼肉牛也什么的 也都是这样子 就是说反正到时候 这个是比如说一买就是五金装 五金装的牛 然后里面就是什么 你也别挑了 到那了给你东西 你就给我钱 在那走人 你打开看里面的 瘦了肥了 你就自己担着 反正每个都是都差不多这样子 我觉得物价多多少少 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上涨 当然有的人在抱怨上涨 有的人说国家管控很好 没有上涨 我们都能够吃香的喝辣的 反正这个说法就不一样 有的人说买不上东西 不让我出家门 都是小区管理特别严 进出特别费劲 我只能通过这种购买 反正中国这么大 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吃的比以前更好了 日子过的比以前更富裕了 咱们也对他们表达的这种祝福 那么的确你也得承认有一些人可能生活受到了影响 在疫情方面 对吧 我觉得反正我跟天津的我们一些小学同学 同学聊 他们也都跟我说是多多少少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我觉得现在允许进口美国的加薪和产品的话 对于中国市面上提供一些价廉物美的一些这种产品 我觉得对于整个国民来讲 其实不是一个坏事 目前反正疫情当头 特殊时期 是吧 我觉得美国的产品的 好吃不好吃 咱放一边 相对来讲 我觉得比俄罗斯安全一些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恭喜大家 很快就会吃上美国的家禽和禽兽产品了 不当然了 我知道我这么说 可能人说 哎呀 你太幼稚了 中国说开放进口 实际上到时候也是限量的 咱们最后看 因为我觉得中国目前也真的是需要 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中国市面上真的也需要这些东西 另外一个 就是中美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中方承诺了美方要大量购买农产品 对吧 怎么也得意思意思 你总 当然了 他承诺好像是一年买一个400亿左右的农产品 对吧 我不知道能不能达到那么多 然后他好像承诺 就是说 整个的购买 好像是每一年要达到1500亿到2000亿 然后通过两到三年的时间 削减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 能不能达到这么多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意思意思 你总得买点 你不能最后 你答应了400亿也好 1500亿也好 你答应完了 最后一分都不买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比较看好 我觉得会买一些 因为一个是真的需要 另外一方面 也是贸易协议的要求 是吧 好吧 这些两个照理 好吧 谢谢大家